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做法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總結 兩個字,辛苦 香港人开始慢慢认识法团 应该是沟通的 法团也是解放的 不是权力核心的 他们都在业主立案法团选举胜出 成功取代自己屋苑的旧法团 赢过不少掌声 掌声过后 要真正做到自己的屋苑、自己的管 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天前遥超级人 七日平安 水六空, 各样样都平安 多谢 谢谢 谢谢 好感激 大家带来 是两个意义的 第一, 这个太阳花 黄色代表是泰和后约的团队 我们 太阳 我们很轻 第二, 太阳花代表泰和的业主 是大家都是快乐和开心的 好 一、二、三 好 太阳村新一届业主立案法团 举行就职的这一天 对任超雲来说是大日子 好 好 五个月前 他和这帮街坊 因为不满旧法团 以2700万 维修三栋大厦外墙 質疑价钱不合理 组成关注组泰和的后裔 叫停工程 之后他们参选法团 结果以99%的得票率 击败做了14年的旧法团 任超雲还当选法团主席 我们希望新册团可以 新服务街坊 继续为泰和村 好吗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节目 只需要你 加油 不要贪腐 千万不要贪腐 加油 是你们创造的 是你们 监察组都会说 人是会变 希望我不会变 如果一变 他一定会拆死我 没有蜜月旗 从来没有 一上任就已经是排山岛可以去解决了 这边和这边最低层的那些 就烂得很严重了 我们问屋宇处 你说跌下来 你哪里跌 他都说不知 总之你就弄了 我们又担心被人换 不如你屋宇处做吧 任超雲上任后 首要任务 是重新为外场维修工程照标 解除屋宇处发出的收纸令 他希望以合理价钱完成工程 但是始终担心 维彪集团对他们苦恃担担 屋宇处都是在追法团的 你或者到我们招标 一个流程里面 都可能要说一个多两个月 又快要过年了 所以我们法团都是很急 要做这个收纸令 因为潜在危险 你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现在的收纸令 搭棚那个有列明 反而这个收纸令又没有列明 我正在忙对手的收纸令 这个要放纸 等会儿开会 这些是什么 我没看到 我对着他这么多字 我都很烦 有四根 法团新上任 除了要應付一大堆繁瑣的文書工作 任昭雲還希望 可以提高屋苑管理透明度 嘗試在社交媒體 全程直播法团開會過程 為何要播直播呢 我們只有十個人 這裡有七千 說幾天幾天都說不完 他們看到有甚麼要求 可能下次他們跟我們說 我們大家有個互動才能改善 結果第一次開會 清潔和保安公司拒絕直播安排 今晚法團第二次開會 任昭雲堅持直播不讓步 清潔公司都是不讓步 因為他們說有些是相遇秘密 希望其他地方慣了 不覺得是甚麼一回事 你立法會也有直播 會議是正式進行網上視像直播的 各位發言的時候 就不可以透露個人資料 所以檔案編號業主和住客 看著這輛車 那輛車推進來 你這樣推來這裡 他的事他不可以這樣 這個是 不要放進去 當然不行 變成別人這些垃圾都是我們 我們要付錢 經常這樣趕進來寨舖 泰和村街坊 最關注屋村的衛生問題 這個垃圾站經常有外來的人來倒垃圾 令任昭雲很頭痛 更加令他頭痛的是法團上任無奈 清潔公司正式向他們提早解約 清潔公司正式向他們提早解約 法團要趕在12月底 清潔公司離場前 再招標請過另一間 這些就是一些 清潔服務問卷調查 我們要重新招標 想借這個清潔問卷 讓街坊告訴我們 他們需要有甚麼要求 因為他們要求 吃了三葉子 可能他們不肚不快 忍了很多年 我們還未看到有多少標書 但我們也盡早 說句話打算 希望不是這樣 唯有自己親人做 但我希望不要 因為始終村子太大 是否能夠招標 你能夠招標 你能夠招標 你能夠合法 沒有所謂 贏了上去 你不要忘記 你一開始就是為了 搞那條村子 我覺得是這樣 太和的後裔的成員 Cherry 沒有參選做法團委員 但依然關心 這條村的大小事務 還和其他屋苑居民 分享自舊的經驗 甚麼都居民大會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剛才說人不夠 你說要去做一些 翻天覆地的事 其實是很難做的 因為我只有九個人 新法團上任後 太和的後裔 由關注組改為監察組 Cherry和一群街坊 繼續監察新法團 希望做到人人都市監察組 你不要想著 真的靠選了那幫人上去 就搞得好 其實你自己都還要看著 本身建築物管理條例 就是規管法團的條例 它裏面太多漏洞 還有主席的權力過大 其實暫時 我看不到政府有意去修訂 而我們民間一些居民 可以做到甚麼呢 就是嘗試利用一些居民的壓力 令到法團公開一點 透明一點 用這件事去制衡 但是你說尷尬不尷尬呢 尷尬不尷尬 因為其實屋苑本身的設計上 就沒有我們這些角色的定位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都在摸索 到底我們的定位是在哪裏 老實說,你不一定的 是不是有拍攝 我已經可以拍攝 你不買了 我不是人家窩囊 沒有人家窩囊 你不是人家窩囊 其实正常来说应该是剪掉它 要修补它 大维富家花园大维修工程 做了三年仍未完工 何太是现任法团主席 两年前 他和一班业主质疑屋院大维修费 要成9500万 最后他在法团重选成功当选 但大维修 依然要沿用上届法团 决议的议案进行 一年前 亨昌集采访维修工程进度 何太表示 最担心是工程延误或难尾 我现在很担心工程完了之后 他和我做了一个防漏的 究竟是否真的防漏 还是越做越漏 我反而最担心 一年后 何太最担心的滲漏情况 又没有出现 但现在那里已经坡了 那条路不停漏 那条路不停漏 现在你唯有祈求 不要再下雨了 是呀 不然又漏了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好 添一张纸巾 一张纸巾都已经收了 开始已经滲水了 十月的一场八号风球和黑雨 何太收到接近一百个业主 投诉单位漏水 收了一张纸巾 一张纸巾 他就是打针 打在这里的房间 谁知道那里就留在旁边 我才火 我才说以后不让他来弄 黄了 一坨坨漏下来的 他弄过这么多次 他现在不让他的屋弄 他不让他的屋弄 他不让他的屋弄 他怎样去和他修复那间屋 一就是独立去挂一个棚 二就是找吊船 那如果他挂一个棚 一百个单位有事 挂一百个棚 那个外场 做完房间都变成没了 我相信承判商 不可以那么容易 去离开我很远 因为要和我整理好他 但是究竟要整理多久 整理不整理到理想的效果 这个未知之数 差不多一百个 这个要再和他修复 还有要尽快交给顾民 不可以迟 不可以让他试一下 不用那些东西清场 总之要整理得齊 这些东西千万不要错留 何太屋苑聘用的管理公司 刚刚在九月约门 法团决定不再假手于人 自己直接管理屋苑 现在管理处的职员和保安 都要自己请 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尝试是因为时间很闯缩 我们管理公司辞职之后 他又没有和我安排 我们去招标那样东西 在一个别无他法的时候 我们就唯有做了这一步 就自己去接管 还是有点害怕的 因为始终所有员工或者保安 喜欢做或者不喜欢做 那些来来合合大把 那怎样去担心我们这里的安定性 这个就是有的 做了两年法团 何太进一步了解到法团 原来掌握很大权力 但就欠缺制衡 他说当年旧法团 无视建筑物管理条例 他和一班业主 虽然按条例 收集5%的业主签名 法团依然拒绝召开业主大会 最终他们 唯有自费入稳土地審裁处 解散旧法团 何太建议条例加入佛则 擎处为例法团 保障小业主 现在就是没有条例监管了 免责的 挂着真心诚实为屋苑 这几个字 谁戒定他真心诚实 谁戒定他当时做的事 是否坏心 没有 我就被这几个字 击到已经死了 如果是正直的人 他不会做一些任何商学业主的事 任何条例 多大权力他都不会运用 如果那些人是有心伤害业主的 那他就会运用这些所有的法律 今天是开工前切消珠拜神 开心心地去庆祝这件事 因为都熬了 已经熬了喉沙 都熬了一整年了 这件事 Joshua是这个屋苑的法团副主席 筹备了整整一年的维修工程 这一天终于上马 一年前他和一班业主推翻了上屋 法团1.4亿港币的维修方案 之后参选新一届法团 终成功当选 新法团再为屋苑维修重新照标 现在工程造价大约7千万 比原本方案的股价便宜了一半 对,你看到那些吊船都在移动 刚刚那个位置你看到银了 用吊船尽量要很低 而且你搭旁很多棚钉 那幅墙有很多一点点 其实是以前那些小维修或装修 他们搭旁之后留下的棚钉 那你如果整栋楼很大棚 你可想一下棚钉的情况会很差 怎样避免维修工程被违标 Joshua观察到过去入标的 都是大公司,选择不多 法团于是决定将工程分拆三阶段进行 每次只是做两座 希望可以吸引多些中小型公司入标 增加竞争 结果第一阶段照标有54间公司入标 其实也有好处 你的维修第一 就不用一次过做这么支扰 对于这个屋苑 第二就是如果万一真的不幸 找了一间不好的承办商要威胁你 你都不会七座被人威胁 你最多就是第一个合约 一至两座被人威胁 那你还可以渣纳 而且它的威吓程度没那么高 第三就是如果那间公司是好的 它做头那两座 那它也想做其他那些 那它就一定要逼着第一两座 要做得更加好 竞争事务委员会调查楼宇维修市场 指出超过六成半顾问公司 以低于成本价入标 Joshua认为聘请顾问公司筹备大维修 有机会变成引狼入室 所以法团决定直接聘请专业人士 取代顾问公司的角色 当然, 人们都说你拆散 你怎么知道请客是可以的呢 如果真的发现人的操作有问题 你只是炒那个人炒那个崗位 你就不能影响整个团队的技术支援 如果你一间顾问公司就麻烦了 如果它真的有问题 开了工了 你要炒它, 你就很麻烦了 你一次过就没有那些技术支援 那你作为一个法团也好 居民也好就很担心 有时会形成很难炒顾问 那这些是问题来的 简单讲讲 整个屋苑的修辑的进度 只有七座都有分开四边去做 维修工程开始了两个星期 法团一天举办交流会 给业主发表意见 我想问问 会不会影响到防水层 还有如果影响到他们 会不会做一些事业工作 然有这条分距 本身是胶喉 还是生血喉 你们本身知不知道 用什么方法可以监察 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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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这么大型的修辑 其实是要很多时间沟通 你自己家装修都谈几十分才决定 所以我们坚决不断搞交流会 我们搞了二十多次 四十个小时 其实经常来的业主 等同医院的委员 所以我们经常说 根本人人就是委员 香港人开始慢慢认识 其实法团应该是沟通的 法团都是街坊 不是权力核心 我想问 今天收到有多少标数回来 清洁公司 总共有十二间公司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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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什么去评估下标 这些公司回标 国家合理就合理 最重要是比较好的实力 我想收集那些废材料 因为盡了我们长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 它浪费了我们多少钱 这个可能要算 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评伽 转发 打赏